郭台銘92 本來我想他應該是823砲戰 823那一天 你看他又登了廣告 然後又登了報紙 應該是那天要宣布吧 可是怎麼會變成是 昨天828 828這個有什麼數字解碼嗎 有些人說是什麼良辰吉日 對 但我覺得其實這個 與其說是良辰吉日這個數字 不如說是民調的數字 最近這幾波 不管是每個民意要做 郭台銘都是老師 對郭台銘來講 那原本是他要去出來選 當然民調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說不管是從風扇民調 從7月到8月15號 你剛剛郭台銘他是一路下滑 然後如果是美麗島來看的話 他還是從將近15% 降了3%到12% 所以說為什麼會這樣一個結果呢 是因為郭台銘太沉迷於 選舉的樂趣當中 整天跟那些藍營的地方 市立議長黑金就混在一起 所以表面上會 大家會很關注這件事 是因為會有扯後腿的效果 我們會覺得宏友宜很難堪 助力都很難堪 但是對郭台銘來說 那你跟這件牛鬼蛇聲 一直混在一起 雖然你的組織盤穩了 可是整體社會形象 其實反而是下降 過去他聲勢高的時候 是覺得他比較中立 他是一個成功的商人 他會捐BNT 那現在變成說他整天跟那些 我們沒有到很喜歡的地方 牛鬼蛇聲混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民調是下滑的 所以說他就覺得 在這個狀況下加上說 禮拜天的時候 張榮慧又跟侯友宜 跟朱立倫就見面 張榮慧原本是挺郭的 現在態度就變得有點曖昧 大家搞不清楚 他們到底是不是要 真挺還假挺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聊這個事情 那這就表示說 郭台銘他遇到一個壓力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他有超能力 是鈔票那個超能力 超能力 你有超能力 你不能只講講而已 92億要拿出來嘛 那這些藍營的地方 市立就想說 那你是不是真的有要拿出來 你沒有要拿出來 那你不就把他當真笑的嗎 那所以他就會這個壓力 一直壓迫著郭台銘 那之所以是昨天是禮拜一 這個新聞可以發燒到禮拜五 所以說表示其實郭台銘 至少累積了這段經驗 是知道媒體操作的慣性 他身邊已經有一定的團隊 包含文膽團隊 其實你看他的臉書 都是一些非常資深的記者 或是作家去寫的 水準是相當高 單純只論文筆的話 水準是非常高的 相當高 比基於媒體前輩們的 這個文筆 沒有什麼好特別去批評的 這個一直都很懂的那個點 但是我 所以朗東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以風燦傳媒來講 它是一個趨勢 我們分別在七月四號 七月十八跟八月十五 做過三次 如果以賴清德來看 他的趨勢是一路的往上 那麼如果說是以郭台銘的話 正好顛倒 他至少是呈現一個一路往下 從17.2變14.4 變成11.8 對不對 他就變成到第四名去了 那至於柯文哲 侯友宜這個狀況 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大概就是二三名 二三名 所以對柯文哲跟侯友宜來說 郭台銘所喊出來的 這個所謂的整合三吃小豬 其實應該是無動於衷才對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風燦也做過一次是說 請問你知不支持 郭台銘獨立參選 這個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支持跟非常不支持 分別是22.3%跟21.2% 好這個加起來就超過四成了 所以如果說有這個時間 壓力的話 那麼深害你怎麼來看 所以這個時間點也證明了 就是說郭台銘他的民調一路往下 可是你要知道 要選總統不是只有超能力 還要有人氣 第四名的出來說我要參選 你覺得感覺上 他會掀起什麼 波天狂潮 讓這個整合會出現什麼 遠遠的說他是以戰逼合 就是說我現在就是要玩了 那你們另外兩個人不跟我玩的話 那你們不做一個決定 那大家都不要玩 你的感覺呢 其實說實話 我覺得郭台銘宣布要開始 連署跟參選的時間 比我原本猜測的還來得晚了一點 我其實原本覺得 你那是什麼時候 823炮架 我甚至覺得可能是823前後 甚至是他那時候要宣布 我其實原本猜測是在這個時間 覺得突然 為什麼823他突然沒有宣布 原本大家都猜測他去金門 然後弄了大張旗鼓 他就是要來宣布 但他為什麼沒有宣布我不知道 可是看起來 他當在823沒有宣布以後 他的時間確實也不多 因為整體來說賴清德的聲勢 持續的在往上 甚至大家現在看到的趨勢是 賴清德可能我們的賴主席 甚至他一個人的民調 可能已經變成是藍白加起來 對 如果是以這個 最後一次的美麗島 37.5嘛 這邊是18.2 17.1 然後12.1 就真的是 其實已經是一個人 其實可以是這個A等於B加C了 是 是 其實已經在這個民調 所以如果再往上衝的話 當局面沒有改變 如果還是就是說 藍白加起來 大概跟綠差不多的時候 很可能接下來 即便是藍營要 這個整合的正當性跟動機 也會開始下降 因為假如我們所有的人 整合成一組 都贏不過賴清德的時候 那大家會說 為什麼我一定非得要整合不合 我為什麼不顧自己的 把自己的立委 把自己的盤給顧好就好 我覺得也會有 大家也會這個疑問 為什麼之前藍營會覺得 整個整合的正當性很強 或他們有大的動力 是他們覺得說 我們分開的時候輸 你合起來會贏你 那當然合起來 大家一起來 有它的目標性 取得這個政權 可是當如果LINE在持續在往上一些的時候 大家看得出來 就算大家加起來也不到LINE的時候 那我覺得整合的動力會在下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就算他823沒有宣布 可是他其實這個會拖的時間也沒有很多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上 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覺得不那麼意外啦 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事也是 當然大家現在很多人會講說 黃世修怎麼說黃世修 說實話我認為以郭台銘的 這個他的資產 他的財富 不會找不到人 我不覺得他會找不到人 這個我們等一下來聊一下 因為他這次找的這個發言人 因為像上一次的 郭台銘參與選舉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在媒體服務 就是還在三立主持節目 所以他的幾位發言人我印象非常深刻 等一下我們會讓大家來看 就是包括蔡慶瑜 劉宥彤 這個高鴻安 當時都是非常非常出色 在政論節目上面 這個表現優異 也帶動了一波郭台銘的行情 也為他們自己奠定了很好的 這個下一步這個發展 但是這次找黃世修到底是為什麼 這個美感我們等一下會來講 但是我們要來看的是說 連署最重要其實是要過門檻 這個發展可以過 比如說像現在侯友宜 或者是這個柯文哲 他們都有政黨的這個奧元 就不用連署了 但是對於郭台銘來講 他現在宣布之後 開始就是要開始啟動了 那大家都說有超能力之外 也要有人氣才能夠動得起來 幫你連署 因為連署的過程 我們自己有經過公投 或什麼都知道 他要把那個身分證 然後你相關的資料要交出來 這個其實是不容易的 那我幫大家特別整理了 就是來看一下 現在中選會規定的期程是在 9月13到9月17 就會受理申請為總統 跟副總統的被連署人 所以剛剛申翰講到的時間不多 是因為他得要趕快申請 而且重點來了 不是只有總統 副總統要一起放上去 那也就是說距離現在 大概剩下兩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他要去登記申請 然後9月19到11月2號展開連署 時間其實只有一個半月左右 我可以說明一下 其實連署這件事情 其實前置作業是非常非常多的 它並不是今天連署日 開始展開連署之後 大家就會蜂擁地沒有 不是 它其實連署它不是網路的 所以你需要到很多地方去佈點 你要有實質的點 來去協助大家 去做這個連署的操作 包括現在叫身分證銀本 你要不要旁邊有一台印表機 或拍照或者是什麼 曾經有地緣出來的節目上說 200台影印機還是多少台 88台影印機 反正就是影印機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要放到那些地方的點 是 所以其實連署的工作 它有一段時間 它是要做前面的這些 不點的工作 這其實是一個繁複的事情 所以你常常看很多連署 它不是從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連署的數字就開始增加 它會到一段時間 代表它不點的工作 還不一定一開始做得很完善 因為我有做過社運團體的公投 所以兩位其實對於連署都有經驗 好 來一起你們講講 同文公投 因為大部分都年輕人在支持 同文比例比較高 所以那時候事情是比較簡單一點 是說只要有一個表格 大家會自己上網 把它這個去便利商店 印下來之後回去寫 其實你就想像說 要把身分證所有資料 每一字都要很精確地寫到那張紙上面 沒錯 不能有任何錯字 也不能寫簡體字 你只要寫錯一個你就要重寫 那這些事情聽起來簡單 食物上 運作上可能有難度 例如說有些長輩 他可能眼睛沒有看清楚 寫錯一兩個字 或是寫到簡體字 那一張就沒有用 寫簡體字不行 對 或是寫字寫得太潦草 也不行 有一些狀況是 而且是不是要把身分證 我記得我有參加過 好像也是同婚聯署 應該是要引印 要把那個身分證引印正反面 然後跟著那一張交出去 對不對 這件事情有一定難度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很容易在細節上出錯 那所以說為什麼要把攤位 是說有一個人可以顧在那邊 幫你檢查 你有沒有弄錯 那但是對於要去連署的人 如果你不是很有意志做這件事 他不是簽個名就走了 你要寫一堆資料 把你的資料都寫好 寫錯了再重寫 譬如說在罷函的那個時候 我們不是要連署嗎 其實高雄是很有意志的 寫錯三次五次 他就是要把那張寫到對 就是你要支持或是反對 這件事情的意志要很強烈的 這個時候這個連署才會順 所以它的難度其實是在於這邊 因為你說口頭上支持郭董 這個很多人都會講 你要真的人要走到那個攤位那邊 領的那張紙 然後把你上面拿出來給他引頁 然後一字一字很仔細的去操 操錯的就在那邊重寫 這過程可能要耗費一跌的時間 而且這些過程 其實是要比這個投票更麻煩 麻煩多了 麻煩多了對不對 而且你要身份證 就現在大家還會擔心詐騙 對 很多這個事情 其實所以 其實要產生一個足夠的信任感 讓大家覺得說 我要把這東西也拿出來 然後把這個資料 交到另外一個人的手中 他這個信任感的培養 也不是隨隨便便的人都可以進行 所以坦白說以現在來說 聯署的工作實質上面來說 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當然現在大家猜想說 只要郭董拿得出這個 拿出這個 那也許他就會方便很多 我也不反對這個看法 我也覺得這當然 這個他的資歷 他的財力 當然是一定是有幫助的 但是我覺得重點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這次參選的辦法 叫2000年總統的選舉人數是 1931萬 然後105人 那2024有效的聯署人數 就要必須到達289667人 大概大概簡稱媒體 都講29萬啦 那因為只要錯 就像剛剛兩位講到的 什麼名字寫錯啦 地址寫錯啦 簡體字啦 或者是看起來太潦草 字跡不明 就會被踢掉 所以大概都不會 少於原本希望的數字 所以大家都會說 大概至少要30萬 但是30萬過關難嗎 不難 比如說我們先從1996年 林陽港跟陳旅安 他們分別都有 林陽港是到63萬7千多 然後陳旅安是38萬6千 那麼在2000年宋楚瑜 許信良他們是 宋楚瑜2000年的時候 到了94萬 當時就衝到了近百萬 這個時候那一波聲勢就拉得很漂亮 那麼許信良的話也有順利的達成到28萬 因為當時好像是就剛好過這個門檻 那宋楚瑜的話2021年 他也連數到了44萬5千 那麼言下之意就是說 如果郭台銘他只連數到了30萬過門檻 就差點看 所以他又喊出要百萬連數 那如果根據你們的經驗 百萬連數短短的只有一個多月 一天要多少萬份 一天要十萬份 三萬 百萬連數 百萬連數 十萬 十萬 那等於從早8點擺攤到晚上 現在基於勞基法的話 應該只能擺到晚上6點鐘對不對 還是兩班至12小時 早上8點到晚上8點12小時 所以平均我們來幫他算一下 十萬一個月三十天 一天大概三千份 其實他這比公投連數困難 因為公投連數還不用付身份證 公投連數其實不用付身份證 確認 我記得是確認一下 不掉對就好了 但是我這個是要付身份證 正反應 這是要付身份證贏本的 所以這個他的難度 其實是比公投的連數 更難 但是現在不只是要過關 現在其實是要衝出一個氣勢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前面的民調 很可以明顯地感受到是 郭台銘現在變第四名了 他沒有當時的那個氣勢了 那他現在要如何凝聚那個氣勢 而且跟正當性 就是那個百萬人民站出來 我先講百萬這個數字 為什麼很關鍵 這個表做得非常好 那我相信郭總他自己 也有類似的這些表格 一定會去參考這件事情 那當然五個案例可能還不夠多 但是至少可以看得出來說 連鎖的分數更壞的得票率 有一定的相關性 例如說你看喔 像宋楚瑜他這一次 到將近100萬的連鎖 是是是 他下面得票率 對 他下面得票率就36% 在3卡2或4卡2 你有36%就可能會當選 確實那次宋楚瑜是很有機會當選的 陳水扁只贏一點點而已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有百萬的這個分數的話 以過往這次2000年的經驗來看 你可能就是總統 你就有機會選上 就很有競爭力 可是你看喔 如果是像是 許敬良跟他同期出來選的 只有大概1 3多到1 4的一個連署 結果只有0.63% 他其實就是大概勉強過那個連署的門檻 有機會拿到入場券這樣子 對然後另外一個宋楚瑜2012年 也是勉強過門檻嘛 比門檻高一些些 然後只有40幾萬啦 還算多啦 可是最後得票出來也很不好看 只有2.7% 3%都不到 那也就是說 如果郭台銘沒有辦法 有90幾 100萬的連署的話 大家以過往的經驗會推測 他是直接出局的 了解 所以他現在當然是會有很強烈的連署壓力 但光這個條件就不是很容易 但是這時間點就拉得有點長啦 因為9月13號到17號 就是可以開始連署 他也可以從17號開始 也可以說13號開始 這是開始的時間點 所以就是要把那個點先佈起來嗎 是 現在其實就是宣布完之後 他可以佈點了 他絕對現在就是要佈 因為佈點不會明天 就突然跑 在全台灣跑出1000個點 他一定是慢慢增加的 所以你可能 你是需要個至少兩三個禮拜 甚至有時候需要一個一個月的時間 你才能夠把它點給佈起來 然後包括軟硬體 人員等等 你才能夠把它給佈建起來 可是我想說的一個事情是說 我覺得這個連署的分數 還有一個最大的是正當性的問題 正當性 現在侯友宜或郭台銘 其實在他們出現的正當性 其實都是有問題的 侯友宜會被質疑 你當初的這個徵招 包括現在郭靖穎直接說你是炸賭 對不對 對 然後當初這個遊戲規則不透明 朱立倫去騙了郭台銘 所以侯友宜的一開始出場的正當性 是被質疑的 所以也是因為正當性質疑 所以他一出場以後 他明天就開始往下掉 對 郭台銘有正當性的問題 他當初說我如果輸了以後 我就要支持侯友宜 那人家說那你說話不算話 所以這兩個候選人 其實他在正當性上 都是有問題有瑕疵的 這時候問題是假如今天 我認為假如今天郭台銘 可以弄個60萬份 我不要講100萬份 60萬份 七八十萬份 我認為很可能他 郭台銘在正當性上面 第一個可以補足過去 自己正當性的瑕疵 所以以前不是說要支持侯友宜嗎 怎麼現在自己跑出來了 那是因為我沒有辦法 太多人希望我站出來 對 那另外一方面 面對侯友宜的正當性的問題 你也可以把他給競爭 甚至把他給壓過去 所以確實會有一個狀況 坦白說雖然現在 郭台銘看起來 他的名調是第四名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四月的時候 四月的時候那時候 郭台銘也不斷要出來衝刺 對 全部的新聞版面 都是郭台銘 幾乎你看不到侯友宜的聲音 對 我覺得接下來很有可能 大部分的新聞版面 也會是郭台銘 所以侯友宜要衝的時候 他面對郭台銘 把新聞版面 跟話題全部都搶走的時候 他也會遇到一個 極大的困難 所以他往上拉 他的支持想往上 但就被壓縮住了 他被壓縮 因為他也無法搶 原本侯友宜 就是一個不擅長 去取得話題主導性的人 可是當郭台銘再衝上來 佔據版面的時候 我覺得這對侯友宜來說 會是一個更大的困難 所以當然現在 整個黨中央是支持侯友宜 希望能夠鞏固侯友宜 這沒錯 而且國民黨也有 他一定的內部的支持 但這兩個之間 我覺得尤其是在 正當性的競爭上面 其實看起來 連署的分數 我覺得是很大的關鍵 好